金華城終於賣出去了372億 流標了三次第四次 買家誰呢 居然沈慶晶賣給沈慶晶 對 事實上這個禮拜來說 我們全台灣的房市都非常注意一件事 就是金華城的標售案 因為它可能是近年來台北市 相當大規模的標售案 因為它占地大概是5000坪左右 那因為經過三次流標之後 第四次原本大家都認為說 可能會有人進來買 就沒想到最後了 截標是怎樣 它底標是342億 那大家已經覺得貴了 結果後來沒想到成交是372億 多了30億 比市場預估還要高 而且買金的人是誰 大家又嚇了一跳 叫這個中工 那中工是誰 中工就是沈慶晶的公司 那金華城是誰的公司 沈慶晶的公司 所以是沈慶晶左手買右手 大家覺得怎麼有點 覺得怪怪的感覺 這都有一處 我們本來想說等著看 它現在其實它已經是 把這個叫底標打了九折 我們就要看說這樣的 折讓一成之後新買家是誰 怎麼最後會變成沈慶晶買沈慶晶 對 為什麼沈慶晶要買這個 我覺得他在這個時間點 買這個金華城我覺得相當有意思 為什麼相當有意思 我們就來跟大家盤算一下 他到底在想什麼 很簡單 事實上這一塊地 金華城原本的地 也是沈慶晶買的 沈慶晶他當時是買下 原本是唐榮鐵工廠的土地 那唐榮鐵工廠 他在1987年買的時候 那時候價值是13億左右 也就是說他用13億買 13億買的時候 他當時是工業用地 那工業用地 為什麼他要買這塊地 就想很簡單 你去看這塊地你就知道 旁邊當時有什麼 大巨蛋要開始蓋 而且他對面還有一個台鐵的機場 他認為說這個地方 前所未前的好地方 未來一定會發 所以他就買了這塊地 買了這塊地他養了很多年之後 後來在台北市政府 他跟台北市爭取之後 這塊地從工業用地 變成桑山特這個用地 桑山特是什麼 原本是工廠 桑山特就是可以蓋一些 百貨商場 辦一些什麼辦公住宅這些用地 唯一的不可能就是說 你不能夠蓋這個所謂的住宅 所以桑山特當時是 他取得這樣的條件 這樣條件的時候 他想說那這塊地的確是不錯 他用桑山特的名譽就開始蓋 蓋這個金華城這個案子 金華城這個案子 一共有6.5萬坪左右 後來蓋的時候 因為我們知道 他當初用13億買對不對 金華城他花了200 他自己說他用240億 蓋了這個金華城 包括說這一顆蛋 跟整個這個建案 跟下面的這個停車場 因為他停車場有地下機 他都這樣一個把它蓋出來 好 花了240億 那240億的話你看 如果他如果這個 他已經花了13億 這240億 所以已經花了250億 那因為金華城 營業從2001年營業開始 到2019年 今年要收大概17 8年 每年大概虧2億 那我們如果很簡單來算是50億 他等於前前後後 因為這樣的這塊地 他已經花了300億進來 花了300億進來的話 那他就 我已經花了300億 那既然這樣子的話 那我就繼續再玩下去 為什麼要繼續玩下去 很簡單 你看他花了300億之後 但是他後來盤一盤算 不對 這塊土地 未來可能會更有價值 為什麼會更有價值 就像你知道 這塊土地 原本的容積率到底是多少 他原本是392 但是他說這塊地 我當初跟前好市長在爭取的時候 他說要增加到560 增加560的話 就像人家至少增加100億以上 但是因為當時的郝龍斌都不給他放心 所以他非常氣郝龍斌 一直說你這個郝龍斌 後來我們記不記得 雙子星的投標案裡面來說 其實這個第一標 第二標就是中公 中公後來就還不去領標 導致郝龍斌整個面子很難看 所以郝龍斌也是 就是卡住他這個 後來一直到柯文哲市長上任之後 給他放寬到560 所以他跟柯文哲市長是有一點交情 我們看到每一次的 這個所謂的雙城論壇裡面 沈靜津他都是做上兵 所以他現在要什麼 他現在計畫什麼 他現在要跟台北市政府爭取說 我桑山特我把它放寬 放寬這裡面可以做什麼 他的新計畫裡面可以蓋豪宅 可以蓋住宅 蓋豪宅蓋住宅之後 很簡單 你看 我光是把這個恢復之後 這個原本就可以增加100億以上 如果我再可以蓋豪宅的話 少說這個案子推出來 隨便算一算都是600億起跳 600億起跳的話 我用372億標下來的話 扣掉成本100億 我至少還可以賺到100多億 100億到100多億 所以為什麼是 32年的百億煉均數 很簡單 他只要算一算 未來如果假設 如同他這樣盤算的話 100億就到手 所以他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出手 而且還有一個很簡單的狀況 他過去的確有點現金吃金 可是就這樣你知道嗎 他現在這個桃朱銀員 已經開始要賣 所以桃朱銀員的投資已經過了 他現在有錢全部來投資這一塊 所以他現在有這個閒錢 可以來投資新華城 好 我們講到32年 布了一場百億煉均數的局 但問題是你都等32年了 為什麼在最後60分鐘 殺出了陳曉晴 為什麼要講殺出 對誰來的角度來講 對於本來有意要來購買的 列帝王 鄭卿天總裁 鄭卿天總裁他列帝眼光之獨到 向轉了這一顆雙龍搶出的豬 為什麼新復發這個老江湖 後來被攔虎了呢 好 昨天這個沈青青標下 左手用右手換右手之後 標下這個清華城之後 有一個人嚇了一跳 那個人嚇一跳是誰 鄭卿天 鄭卿天這個新復發的老闆 他是有這個過去叫做說 這個難霸天之稱的鄭卿天 他嚇了一跳 為什麼 原本他是準備要去出手 去接這一塊土地的 結果沒想到 根據鄭卿天的說法是說 他的確有要參與投標 但是參與投標的時候 我們知道底標是342億 他原本的盤算是說342億 這個有一點點貴 有一點點難做 為什麼難做你知道嗎 軍銷很簡單 因為他下面這個 這個所謂的地下室是 打通的地下室 打通的地下室的時候 你未來要蓋很多洞大牢的時候 蓋下去的時候有一點難度 所以這個工程 他原本正經理的判斷是說 國內應該沒有這個大財團會出手 所以他就說很簡單 我就等到342億流標之後 後來會進入一個議價程序 我議價程序的時候 我再去議 結果沒想到沒有進入這個程序 沈青青自己把他標下來 沈青青為什麼要自己標下來 因為他也知道 這個下面的都是他蓋的 所以未來上面要怎麼蓋 他也很清楚 他未來要蓋四棟這個商辦 他有他的計畫 所以就乾脆把他買下來 而且我們剛才講到 他至少未來如果改做豪宅 他可以賺100億 所以現在沈青青是用更精明的盤算 把他盤算下來 可是問題是鄭青天在最後一刻敗北 為什麼鄭青天會敗北 我們跟大家講 事實上如果過去10年 你要說台灣的房地產的時候 誰賺的最多錢的話 鄭青天絕對是排行前三名 因為他在過去10年之中 他賺了2000億台幣 2000億台幣 為什麼那麼厲害 很簡單 他就是因為他過去列地的眼光 非常精準 他列地 因為他過去不是弄上半 他過去主要是蓋房子 他房子他有一個叫快買快銷 他的這個從列地 一直到賣出土地的時候 就像你知道 他就花三年時間 我這個土地買到買出三年的時間 所以我要列地 我要買很大批的土地 而且我們買進去的時候 我就一定要看好說這三年 未來三年一定要漲 所以來不及養就對了 對 所以你知道 他過去為什麼叫列地 不是養地就是這樣 你知道他過去列地非常有名 就是原本 新莊富杜新現在大家說 這個現在已經蓋非常多洞大了 新莊富杜新最早進去的就是他 他在這個富杜新跟頭錢段那邊 買了非常多土地 所以你去那邊看 都是新復發的 好 那他進去的時候開始蓋 果然這個房地產就開始飆漲 所以他在裡面賺了非常多錢 後來又跑到林口去 林口也賺了非常多錢 所以他等於是每一次都是領先卡位 而且卡位就是未來三年一定會漲 大家對他印象比較深刻是 2017年 他當年那時候他說什麼 獨牌綜藝 他說他看好高雄 但是很多人都覺得奇怪 高雄土地你落後補漲 你能漲多少 大家覺得說你正經電視 好像要派還是怎麼樣 還是說你只是要回歸你原本的老家 去這個 因為他的這個發源地就在高雄 人家也也說就是這個樣子 結果沒想到 還是讓他賭對了 為什麼 2018年的時候 韓國瑜上台 韓國瑜上台之後 短暫我們去年不是都講到 他上台之後 高雄的地價漲了一波 房價漲了一波 地價往上漲 他的土地完全都往上漲 所以很重要就是說 你今天這個老闆 連這個也被你壓中了 還真的滿準的 所以他過去列地都非常非常精準 那好 他為什麼要買這塊地 因為他所有未來的房地產 他其實沒那麼看好 他現在比較看好是商辦 所以他就說未來五年主流是什麼 是商辦 他要蓋30棟這個商辦大樓 他說為什麼他說看好未來 因為過去其實台北商辦 都有一定的需求 但是1999年的時候 馬英九把內湖那邊 全部都弄成商辦 弄成商辦之後 很多人就在那邊去 所以現在內湖很多 這個所謂廠房 辦公室都在那邊 造成台北的房地 這個所謂商辦供過於求 但是這幾年你有沒有注意到 建商 台商大舉回流 他這個外資來台灣投資 所以台北的商辦已經供不應求 所以他原本出手 是要去買這個塊地 要弄成商辦 商辦的時候他要蓋 他在這裡面把它弄成是商辦 最頂級的商辦 一瓶至少要2000到3000起跳的 這個價格 但是沒想到 他這一次出手之後 慘遭滑鐵爐 中間卡出一個省金金 省金金才不會讓你這個 我佈局了32年的百億計畫 我怎麼會讓他溜手 當然是這時候我要出手去買 那鄭新天原本盤算說 借了這個金華城 變成是台北市的商辦大王 現在沒想到 省金金的計畫 贏過了鄭新天的霸氣 而且在昨天 時間截止之前的一個小時 他才出現 趁勳絮蔽 cyn Ost其中 這 softly 看不 1700 屬於 今年 在這下 停 北市 我